三国时期,可谓是英雄辈出 属汉三杰之一的关羽,就是其中之一 关羽,自云长 东汉末年名将,不仅智勇双拳,而且一泊云天 汉末亡命捉郡,桃园结义后随流被东征西讨 关羽在下批战败,被曹军升擒 不得已而投降曹操,被任命为偏将军 严良来攻打东郡时,曹操派遣关羽做先锋 很快就将严良斩于马下 曹操知道后,拜关羽为汉寿亭侯 但是关羽始终念及刘备 在得知他的消息后,关羽千里走单旗 过五关,斩六将,回到了刘备身边 后来,勾纳凡城时,利用天时地利 水淹七军,秦于晋,斩庞德,威震华夏 然而吕蒙趁机占领了荆州 关羽只好带兵逃到麦城 最后被吕蒙社稷所杀害 关羽死后,民间尊为关公 清朝雍正时期,尊为武圣与文圣孔子地位相同 在小说三国演义中,名列五虎上将之首 使用兵器,青龙掩跃刀 今天,五哥给大家分享的是一款 关于他的1比6可动小雕像 就是由303Toys出品的三国系列 武圣关羽 接下来,家人们就跟五哥一起来一探究竟吧 汉寿亭侯,武圣关羽云长 纯铜,黄龙版 双头雕,打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开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我们的绿色战袍 咱们看一看 战袍龙的细节 你从远处瞅还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说从近处瞅的 可能会有一些糊 不知道是不是我中奖了 我也不太清楚 这个倒无所谓 然后下面的位置 它下方可以凹造型 然后袖口的部分 同样也都是可以凹造型的 接下来是它的绿色披风 披风两边都是有挖钩的 披风的垂感应该是不错 但是可惜不能凹造型 这个就看大家自己的一个喜好了 接下来是一把纯铜制的焊剑 是一个塑料的材质 纯铜的小配件 刻画的还是挺精致的 尤其是这个位置 真实的线绳 接下来咱们看一看这把剑 看看它的细节 下面这个部分刻画的也是一个小惊喜 这把长剑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的 接下来是它的著名的武器 青龙掩月刀 然后咱们可以从头看起 整体是一个拳臀的材质 青龙掩月刀 龙头的细节 摸起来有一种木质的手感 这个也可以当做一个备用的武器 一个地台支架 这就是云长的主体 拿起来的手感也是比较有分量 首先给大家看一眼它的头雕 普通版本里面 就是黄武版本里面的头雕 这个头雕就属于那种标配了 上面这个帽子摘不下来 跟大家说一声 上面是有一个小细节的 下面的直须还是比较浓密的 这颗头雕我个人感觉还是挺霸气的 一丑的话就能感受到这种 王二爷的V5的气质 包括它的眼带 还有它的脸 可能看起来脸是有些胖的 但是我觉得 官二爷如果脸太瘦的话 真的就没有气势 这是我个人感觉的 头雕好与不好 真的就是人者兼人 智者兼智了 这个本身它就是喜好的问题 对吧 你们看一看这个头雕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它的细节 肌肤纹理的刻画 后面这两个位置都是有铁丝可以凹造型的 这个战甲整体是用了2700个山字的铜片编制而成的 这种甲片必须得手工编了 肩吞的位置是纯铜的材质 比较冰冰凉 都是铜制的材质 然后这个肩甲 大家可以看到是比较软的 手臂的甲 同样也都是全铜的材质 这一块怎么让我想起了短笛大魔王的感觉 这个轻松竹里面的 然后咱们再继续往下看 腰带的位置做的还是不错的 这个稍后我会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位置 群脚两边我跟大家说一下 它这个位置是比较软 而且那里面这个位置 是有一个可凹造型的钢板 它的下方 然后就是它的两个腿甲 这两个腿甲也都是全臀的材质 脚型是石心的金属材质 接下来咱们看一看它的可动性 首先看一看它的腰 腰部可动 这个有点硬平举 然后前面 看看往上 往上肩甲都掉了 像这种展示可动的话 就容易整坏 自己玩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点的 我能展示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然后下面这个位置 它是有红线可以绑上的 腿部可动皮胯 然后往后 好 这是它的幅度 然后往后 往后 然后往前 ok 这个 接下来就给大家看的就是 黄龙版的附送的头雕 上面这个位置 它是可以打开的 下面同样也都是直须的工艺 比较长 比较浓密 呈现这个玩具最真实的状态 如果在线上来讲的话 那就是视频 全方位 都给大家展示一下 但是最终 食物呢 它会比这个视频里面更加的细致 所以你们拿到食物之后呢 会看到更加的气质 嗯 真的 黄武版本的头雕 然后这是黄龙版附送的这个冷眼的头雕 兄弟们你们觉得这个头雕 喜欢哪个呢 喜欢左边的打一 喜欢右边的打二 这回呢你们再选择一下 左面喜欢打一 右面的喜欢打个二 多搞一个头雕 挺好的 这个头雕喜好呢就是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了 喜欢与不喜欢呢 本身就是特别主观的一个想法 所以呢这个东西就看你们自己了 这两个头雕我觉得都可以 我跟大家说一声啊 我这个把玩这个头雕之后呢 胡须啊我就掉了很多 这个自己大家注意点 不过它这个胡须啊也挺茂密的 所以你们尽量还是少动腾为妙啊 尽量还是少动腾为好 给你们提示一下吧 接下来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赤兔马 首先是一个穿戴说明 红色然后变白色了 这就是安装的步骤 打开之后的布局呢就是这样 手持给大家看一眼 这么给大家看的话都能看到真正的马尾 马屁屁 赤兔马的马蹄子 马胸前的刻画 马踪 赤兔马头 马配件上的净臀装饰 就是脖子和臀部的装饰 脖子下方的这个位置 整体的袋子呢都是皮革的 马臀部的位置 还有红绳 一对马灯 马灯的细节 这个就是它的马鞍 然后前方还有一个绿宝石的效果 然后两条龙上面是一个绒布的 最后一个就是赤兔的面甲 这个面甲上方还刻了一个玉 还是马脑的一个宝石 这是一个晃龙点睛之笔 马将绳 接下来就把这些配件呢 给组装到赤兔身上 也会把关羽整体呢组装上 总结一下我在有限的时间内 我个人的一个经验和把玩的体验吧 这款303Toys的关羽 经过在有限时间内的把玩 打理和拍摄 我跟大家说一下 我个人的经验和总结 首先是直虚 虽然后视看起来也很浓密 但是每次捋胡子的时候都有掉落 解决的方法就是减少把玩护须的次数 这种护须的材质不是弹羊毛 所以白手捋胡须的造型 看起来没有那么的自然 短时间解决的方法就是少占一点清水 稍微固定一下即可 还有就是两个吊腿的位置 我这款比较容易松动 也不知道是我个体重奖 还是大家的通病 不过在静态造型的时候 倒是没什么影响 头盔两侧凤翅没臂的刺绣花边纹路 应该是随机的 我这个存在小花边的现象 不过不严重 我个人觉得如果做到红绿都有 对应的效果可能会更好 不过谁的盲盒都是绿色的话 就不过也可以接受啊 不是什么大问题 再说说头雕的部分 虽然跟大家印象当中的小说里 三国演义的演员有区别 但是仔细看 还是有演员的些许神韵在的 我个人感觉更有气魄 至少啊 我觉得比这个有气魄 比这种更有气魄 大家觉得这三个哪个更有气魄呢 说心里话 我觉得这种303TOYS头雕的气魄 更符合我心中三国治理关羽的形象 其实喜好本身就是忍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 其次是这套山文甲 有2700余铜片 纯手工编织在真皮内衬之上 开箱后 其实我立刻摸了摸前面的鲲甲 感觉还挺柔软 手感也不错 还有就是官图竖甲部分 大家很疑惑 为什么少了一片裙甲 其实呢是后面的骨尾 放在了前面 我猜啊 有可能是拍照的时候弄法 这我就不得而知了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两侧裙甲内衬里面带有钢板 并且可以塑形了 大家可以轻轻的尝试 摆你觉得适合的造型 这个设计呢 我是觉得真心不错 值得点赞 接下来呢 跟大家说一下重点 这款303TOS的打理部分 首先如果你希望这款 关羽显的既高大又魁梧 最关键的就是把梳腰的部分打理好 简单通俗点 就是说上半身要短 下半身要长一些 上四下六这个比例 要拿捏好 因为梳腰绑在甲轴上的关系 可能会往下滑 如果你把树腰放在身形上下中间 五五开 甚至六四开 那就一定会显得腿短 甚至臃肿 另外要说的是 腰带上的同质圆形件 一定要放在受吞嘴中央的位置 这个一定要切记 歪的话就会显得不好看 这个位置呢 是灵魂 还有就是摆造墙的时候 尤其是穿甲轴的古代兵人 呈现一个三角关系 简单说就是上面倒三角 下面正三角的样子 才能显得古代武将既不肥又魁梧 如果站直 匹开腿就会显得有些软 腿呢要适当的并拢 才会显得下盘更有力道 另外还有就是拍照的角度 尽量从下往上拍一点点 显得人物形象整体高大 反之就是短腿圈上 有些时候不是说我们不会拍 而是我们没有有用的技巧而已 别怪自己不行 你也可以的 其实这款303TOS关羽整体下来 我主观上来讲 非常喜欢 也很满意 过年了呢 朋友们来我家 我一定要给他们看一看 这款骑着赤兔马霸气的关羽 眼见为实 实物皮照片和视频更好 尤其是骑马之后的造型 也是非常震撼 对了 马具正常按照说明书安装就行 就是面甲下面的皮带有些短 不容易系上 这点需要点时间 如果有一个打理病人的镊子 那就会方便许多 提到镊子呢 我还要说一下这款关羽的各种绑线 其实用镊子可以把多余的绑线 摇在甲皱里面 或者是肉眼看不到的地方 这样打理看起来就非常的利索 所以说照片和视频好不好 打理的细节方面也是真的很重要 其实任何事情都没办法做到近乎完美 只能说在有限的时间内 尽我所能 有做的不对 或者说的不对 希望家人们多多包涵 其实啊 每次看评论让我知道你在 我就很开心了 无论你是喜欢还是不喜欢 都无所谓 其实首发视频主要的目的 就是要告诉大家 快要出货了 在有限的时间内把玩拍摄 分享给大家 告诉大家一些注意的事项 但是中奖是中奖 通病是通病 这是两码事情 之前哪吒的视频 其实已经说了 我的意思是为厂家开发新素体的行为点赞 而不是为了这个素体点赞 我想表达的是 我因为我不想在几年后还玩老样子的东西 真的我考虑的都是未来的事情 生老病死 从我们生下来那一刻就开始变老了 我相信家人们一定有能听明白我说的意思 时间宝贵 如果你不创新 我不创新 他不创新 都不创新 都不创新 都在磨云 都在内卷 没有进步 那吃亏的是我们每一个人 真的可以自己琢磨一下 好 以上呢 就是打理的一些技巧 和我有些时间内总结的一些经验吧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希望对视频前的你有所帮助 如果有什么疑问 可以在评论区里留言 分享是爱 爱是分享 我是五个分享 一个用心用爱 坚持原创视频的大玩家 也希望在我的观众列表里有你的名字 我们相互陪伴 祝我们每一个人越来越好 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 站跑短袖这个位置呢 一定要露出一些肩甲 否则呢 就会很拉胯 像乞丐一样